新高雄化工廠爆發職場群聚 今天沒有再傳出有確診個案 但是為了防堵疫情 市府緊急在周邊加開了篩檢站 一大早不少民眾也前往排隊快篩 而感染源除了懷疑是最早發病的領班 還有化工廠女員工跟高中生曾經參加的喜宴 當時有來自各大高風險區的親友參加 光是跟他們同桌的 就有三位來自北部的親友 也成了疫情追查的重點之一 高雄前鎮篩檢站一大早湧現人潮 民眾排隊等待連上全是焦慮 因為疫情又產生變化 高雄24號一口氣暴增13例 其中11人來自同一間化工廠 也讓周邊成為疫情防堵重點 前來檢查比較安心 尤其化工廠40多歲女員工 和高中生兒子在13號曾到過鳳大餐廳吃喜宴 當時席開石桌 來自各地高風險地區的家人親友全部齊聚一堂 和女員工高中生同桌就有三位是來自北部的親友 是否因此染疫也是追查重點之一 我們會進一步針對多次這部分的接觸風險 進行溯源疫調 另外職場群聚也懷疑最早發病的嶺班 可能也是感染源 嶺班夫妻先後確診又傳染給20多歲兒子 追查足跡發現兒子在左營一間連鎖飲料店打工 17號開始幾乎每天都有進出店裡 直到24號才確診 期間接觸的客人恐怕超過上百人 擔心石蓮製有漏網之餘 附近緊急加開篩檢站 連續兩天讓有疑慮的民眾可以就盡快篩 立刻清查附近周遭的居民 那總共1145位是零 儘管目前篩檢結果還沒傳出陽性 但依然不可大意 持續篩檢全力阻斷傳染鏈 記者 沈小圈 SNG小組 高雄小報道